- 大家好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們要開箱這一台ROG Phone 3 那我們馬上看看它整個包裝到底重量有多重 這個重量的話是750 9.4公克 哇真的蠻重的 而且相較前一代的盒子感覺好像有變大 一樣是六角形的設計但是更偏向更接近三角形的 好然後這個開的方向應該是從這邊開 哇這邊就已經看到手機在這邊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拿手機先放旁邊 然後這個是配件盒的部分有點看不出來要從哪裡開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動力風扇拿出來好了 好風扇拿出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開啟的地方 保護殼吧 應該可能保護殼退卡聲都在這邊 然後下面還有 這次的30W充電器 這個是USB to USB的傳輸線跟充電線 ROG Phone手機本身已經沒有了耳機接孔 所以他有附一個轉接器 有些腳墊 那以ROG Phone2的經驗他都會附兩個 幫你做一些備品 還不錯 這邊也是有兩個 但是我目前還不太確定這個作用 喔這個是 Type-C的 那這個也是Type-C的 但是這個是雙 Type-C這個是單Type-C 手機本體我們要怎麼開呢 我們從這個方向把它拿出來好了 哇 哇 哇這個重量其實不會很重耶 比起原本運行可能會更重 但是這個重量其實沒有到非常重 然後兩面都是玻璃的 這邊還有ROG的 這個燈光 效果 那我們來量一下這個重量 239.4公克 長寬高基本上應該與ROG Phone第二代差不多 也因此許多配件都可以沿用 真的是非常感人 那這一代手機雖然外觀變化不大 但在遊戲體驗更深度的為玩家著想 因此不管是周邊硬體和軟體 都有很好的搭配和應用 可以感受到ROG Phone已經建立起深厚的壁壘 其他廠商要切入或追趕已經越來越難 因此即便整部影片都不提規格 ROG Phone3亮點還是非常多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結束了 接著 我們下期再見 zes 貪小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